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 我们在加勒比海离美国其实不太远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岛国叫做海地 海地最近发生了挺大的事 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延续了若干年了 只不过现在已经到了最严重的混乱的时刻了 海地基本上被帮派所劫持或者说所掌控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稍微再聊一下海地的情况 以及目前的出路在哪里 因为海地这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混乱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动荡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加勒比海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个帮派现在已经占领了机场 所以基本上海地外出和进入的飞机已经完全恨不得是切断了 然后抢劫港口 公共建筑或者是商店遭到洗劫 同时袭击了十几个警察局 道路也被封锁 食品的供应也逐渐的变得非常的紧张 然后前一个星期之前吧 海地他们还精心策划了一次 冲击这个海地监狱的情况 帮派冲击监狱 结果使得4600多名的囚犯都逃散了 都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 所以整个的海地的情况现在已经乱的一塌糊涂了 那么在本星期一的时候呢 海地的那个总理就宣布他辞职了 为了做这个节目啊 我特意好好补了一下地理课 昨天先看了看以色列中东那边的情况 这次呢又查了一下这个海地 其实我昨天在看到这个时候 我一直在问自己 海地怎么好像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非洲国家呢 它其实是这样的 在地理上来讲 海地离美国其实非常近 如果上面是佛罗里达的话 那么下面是古巴 然后呢往东南一点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岛上 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海地 一个就是多美加共和国 这个我们应该比较清楚 那再往东南一点点呢 是美国的属地波多利格 所以他说这个海地离我们是非常非常近的 但是海地这个国家 为什么会被我误以为是非洲国家呢 是这样的 它现在的人口95%以上都是黑人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年这个在贩卖奴隶的时候啊 当地的土著人呢 就像这种印第安人呢 他们已经都被或者当地其他的组织都已经被杀光了 所以剩下的都是黑人 那么其实海地啊 是第一个黑人 由黑人奴隶起义所建立起来的国家 它其实一直在寻求进入非洲联盟 当然它不能是会员 因为它不在非洲 它就寻求准会员 这个国家给我们的印象 我想可能有几个比较清楚吧 一个是2010年当年的这个海地大地震 那美国其实是组织了很多救援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贫穷 还有它的混乱 我们可能在美国时间久的人 即使是不太关心海外的这些国家和政治的华人也知道 海地的多年来连续出世 它是美洲唯一一个不发达国家 人均的GDP大概1940多美元 这非常贫穷了 人均的寿命只有64岁 在这个国家里边 其实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民主机制和选举的 但是上一次选举已经是8年以前了 当时选的这个总统的 Mois 他被2021年7月的时候遇刺身亡了 然后就由当时的总理 我也不理解他们国家的政治怎么样 就是这个新接任的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叫做Ariel Henry 他是既当总理又当总统 因为后面也没有大选 国家又非常混乱 他又是一个神经外科的这个医生 所以就是把这种混乱的局面 唾唾拉拉一直延续到了前一段时间 然后不幸的是 在他出访非洲的时候 在寻求得到非洲的支持的时候 这个帮派搞了一次大的这种动乱 逼迫他现在停留在波多利哥 他没有办法回到海地 而海地的这个混乱的局面 基本上就由帮派来控制现在的国家的情况了 对这个帮派呢 他们是要求这个Henry辞职 因为他们认为说Henry呢 他的这个执法执政是叫做不合法的 原因是他在 他虽然是被任命为总理 那个遇刺的前总统 任命他为总理 但是呢 后来这个总统遇刺之后呢 他并没有获得这个海地议会的通过 就是授权他管理这个国家 所以呢 很多人就认为说 他这个执政是不合法的 于是就要求他辞职 那么当然他现在也就 就提出来他要辞职了 这个海地啊 现在有多混乱呢 是这么个情况 海地现在大概有大大小小 两百多个帮派组织 在他的首都太子港呢 大概就有二十来个 那么这些帮派组织 小到几十个人啊 这个让我想起来 这个中世纪在早点时候的 这个德国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德国呢 就这个他们的日耳曼的 这个当时就是这种小的领地啊 骑士十几个二十几个 骑士就可以组成自己的一个领地 现在在海地就是这种情况 二十来个年轻人 然后只有几把枪 好几个人共用一把枪 就变成一个帮派团体了 那么大的呢 可能会有一千五百多人 那这些人火力就配备了自动补枪 然后每个月可以领工资的 这种等级森严的这种帮派组织 所以呢大大小小都有 那么主要呢 是由两个大的帮派所组成的 一个是G9 ABCDG那个CDEFG的那个G 另外一个呢叫做GPEP 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帮派组织呢 是在太子港占主导地位的 大概是属于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G9的这个组织里边的 控制的地方呢 它主要控制的是什么机场 以及周围的港口啊公路啊等等啊 所以呢它占的地盘还挺大的 那它基本上这个 比较贫困的这些地区呢 都被它所占领了 这两个帮派组织呢 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合作啊 比如说攻打政府机构警察机构 有的时候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动手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 是抢地盘 是抢权力啊 所以呢大部分的时候呢 是发生冲突的 但是现在的这个海地的情况 确实是不太妙 一年的这个谋杀人数 在5000人左右 我刚才算了一下 海地现在有11000多人吧 1100万 1100万对 1100多万人 每年有5000人被谋杀 那再相当于美国来说 就是一年死20万人 那在2024年底一月啊 这一个月之间就有800多人死亡 现在这个G9的负责 算他们的头领吧 叫做Jimmy Charizier 外号叫屠夫 那他的英文叫BBQ 忽然想起来 现在中国大陆在网络上有一句话 就是说你BBQ了 就是说你完蛋了 那这个人呢 其实是个前警察 是个应该算是一个黑警察 在警察期间非常冷酷 执法非常残酷 而且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控告 他强奸啊杀人啊 当然是在不同的地区了 但是最近呢 这个邦派也意识到 国际社会啊 对他们的关心程度 越来越高了 那么他们离美国其实又很近 这个算是美国的后院了 那所以他这个这个Jimmy呢 他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 他就对外界表现出来 第一个他不希望 现任的这个总理 加总统 Harry回到美国 而且这个Harry 他已经75岁了 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对外呢 做出了一个稍微软一点的身段 比如说为这个混乱情况提供抱歉啊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他可能很有野心 想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几个月吧 能够控制更多的海地的地盘 争取到自己最高的利益 对 对他是这样子 他们现在呢逐渐尝到了权力的好处了 所以呢他们逐渐的开始提出一些政治的这个诉求 你比如说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可以允许成立一个叫做权力管理委员会 管理整个国家 但是这个管理会的成员呢 管委会的成员呢 由他们来提名 由他们来选择 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控制这些人嘛 就可以控制整个国家 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犯的这个罪行啊 不管是勒索也好 强暴也好 打砸抢也好 可以得到赦免 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摇身一变又进入到政坛里边去 所以呢 他不想老是做这种非法的事情 你看他们逐渐的开始呢 尝到权力填透之后呢 他想要一直巩固或者是维持他手中的这些权力 那好 那稍待一会呢 我们就来稍微的看一下 就是说海地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帮派是怎么逐渐的做大的 今日话题由奔赴暂志播出 请上Penforce.com 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海地现在这个乱局 因为帮派林立啊 现在这个国家整个的国家机器已经失灵了 然后帮派呢控制了整个的国家 所以情况非常的危急 现在就等待着这个外国的部队啊 警察部队啊 什么维和部队啊 进入到海地去帮助他们呢 等于是平息现在的骚乱 然后恢复这个整个的秩序 同时再进行一次选举 当然这个事情现在还在讨论之中 到底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才可以真正的执行 那目前不清楚 这个海地的他这个帮派武装组织 为什么会这么猖獗呢 其实它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 首先呢在这个海地呢 曾经出现过一个独裁统治时期 这个当时的这个独裁统治者 叫François Duvalier 他在独裁统治的时候呢 就利用了一些准军事组织 进行这个镇压比如说不同政见的人呢 和他意见不合的人啊等等啊 来进行帮助他进行统治 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呢 一位新的总统阿里斯蒂德啊 上台以后呢 他就宣布这个他的准军事组织团体呢 等于是非法 同时为了防止军事政变啊 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控这个军队嘛 所以呢就把这个就是国家的武装部队啊 也给解散了 那么解散了以后呢 等于是在整个的国家里边呢 大概只有警察啊 除此之外没有武装部队 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前的士兵呢 他们就组织起来了一些 就是当地的保安组织 或者叫自卫组织啊 那么他们这些人呢 等于就追随 比如说有个人魅力的一些领袖 同时呢也就各自啊 划分了自己的势力的范围 或者是区域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在太子港 就在他们的首都啊 有一些重要的这些设施啊 领域啊 包括赚钱的一些商业领域啊 就被这些帮派呢 恨不得就给刮分了 嗯 现在看起来说是 据数字来统计啊 说他们现在国家里边 有一万五千名警察 但是已经很多人已经 当不了警察了 已经不再做这个事情了 因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控制当时的局面 嗯 从这个黑帮的调查情况来看 因为这个很难去进行正式的调查 但是说现在比较大的黑帮组织 就是上千人的组织 嗯 现在怎么办 美国呢 当然是愿意去支付一部分费用 或者说大部分的费用 嗯 来平息海地的目前的这个混乱局面 但是鉴于海地其实多次的这种混乱 呃 派人去治理 然后内部斗争 然后扶植上一个政府又垮台 呃 然后再扶植另外一个政府 然后又出现各种各样的呃 呃 这种腐败啊 还有这种跟黑帮之间的这种瓜哥不清的呃 呃 这些事情呢 所以 真正愿意去介入的居然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 就很呀 那他呢 他说他愿意派一千名警察过去 我想 应该是一千名训练有素的 这个能够有战斗力的人吧 那么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足以平复当地的这种混乱情况 但实际上呃 呃 因为现在海地并没有一个正经的一个民选的政府 或者说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府领导人在那里 所以你派一个外国的武装警察 进入到这个国家 你所做的事情 有没有法律基础 这在当地来说 或者在国际社会这么关注的情况下 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呃 可能有听众朋友也说了 那他不是在加勒比海吗 加勒比海不是有加勒比海的这个联盟吗 是的 加勒比海现在15个国家开了半天会 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怎么样帮助这个海地现在的情况 其实我就看起来有时候很感慨 同在一个岛上 呃 这个西边呢 是多门一家共和国 其实美国有很多公司 在多门一家共和国 呃 导致很多人这个流离失所 而现在的国际社会呢 又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意愿去帮助他们 那么我们希望海地这个在这经受这一次磨难以后啊 确实能够组建起一个比较有利的政府 把这个黑帮的镇压一下 然后能够让人民走上比较健康正常的生活 对这个这个愿望已经有几十年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 因为帮派他们尝到这个权力甜头 尝到这个垄断的甜头以后呢 呃 如果你不采取这个铁腕的镇压的政策 恐怕也他们不会自动的退出 这个权力的舞台啊 权力真空现在被他们所占有了嘛 现在的国际情况是这样子的 美国昨天是宣布愿意出资 愿意出钱 呃 然后呢 加拿大也是愿意出钱 但是呃 美国方面呢 自从从呃 阿富汗撤军以后呢 就基本上保持这样一个态势 就是不出兵啊 到外国去呃 去就是执行军事方面的这个任务啊 包括乌克兰也没有出兵啊 然后海地呢 美国也明确表示了 不会派兵去帮助他们去这个 呃 等于是维护 呃 恢复秩序啊等等 还有呢 就是呃 加拿大也不愿意啊 所以现在你看 参加这个加勒比海会议的 这些国家呢 基本上都是说 我们可以出钱资助 我们可以出一些后勤的援助啊 包括法国呀 德国呀 亚买加和西班牙都是这样 可是就没有人愿意出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个东非的国家 挺身而出 肯尼亚他愿意派这个警察部队来 这个就让这个国际社会感到挺高兴的 不过后来呢 这个肯尼亚的最高法院啊 做出一个裁决说 你们这么派一个警察部队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这是违宪的 所以呢 把这个事情给挡下来了 尽管这个肯尼亚的这个警察要去海地去执行 违和任务 恢复秩序 这个事情呢 已经得到联合国的批准了 但是现在目前呢 还是处于暂停的阶段 那么海地 不是这个肯尼亚呢 就说了 说这个如果海地能够选出一个 这个新的政府来 然后他们得到新的政府的授权的话 他们还是愿意去这个派兵 派这个警察部队呢 到海地去恢复秩序 去打击这个暴力 然后这个维持当地的治安 因为他们去海地 肯定是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和政府的配合才可以 否则的话 孤零零的这么一千人 的这么一个警察部队 你到那去不是到处挨打呀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呢 仍然各方还是暗兵不动呢 所以海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呢 真的是不容乐观 不过在海地呢 有很多民众对这个帮派分子 是非常不满意 所以呢 在海地很多地方啊 他们都有发起一个运动 叫做私刑正义 就要各个地方呢 针对那个帮派分子和犯罪分子呢 他们开始自己执行 这个私刑了 也就是说 抓住这些帮派分子的话呢 就地就枪决了 也没有什么审判的程序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司法的程序 然后把正义呢 等于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别说 这样的行动呢 其实在这个海地的很多的社区 和他们的这个邻里之间啊 都是得到许多民众的支持的 这条帮派分子